今天还是要动手啦 因为你如果不动手的话 我不确定说你到底是学会了没有 不要直接贴上了 贴上就结束了 那当然那个效果 你可能将来你要自己打 你可能会打不出来 为什么你以后有些东西不是说可以复制的到的 那可能至少你要稍微把重点输入一下 那了解一下整个流程 那以后呢 你可以很直觉的把你工作上需要遇到的状况 就可以快速的把它做完 那这里的话顺便讲一下有关 可能你做完按钮之后 也许你平常经常使用这个功能 但是呢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删除空白裂 OK 按下去之后 第一个有没有发现 这个右边这个按钮 它变形了 那变形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点右键 它会出现空点 你可以再把它拉大一点点 移下来 按右键 空点 再把它拉大一点点 不过呢 如果你在按它呢 它又变形了 OK 也就是你删除的时候呢 它帮你缩小 然后呢你增加的时候呢 它帮你放大 好 看起来好像也影响不大 为什么 因为它只是放大缩小 可是如果将来 你不希望说呢 你增加的按钮 因为 对储存格的高度 而有所改变的话 那建议你可以做一件事 在按钮上面按滑鼠右键 这边有个储存 控制相格式 有没有 摘要资讯 特别注意 在这个按钮上方 按下滑鼠右键 有个摘要资讯 那预设的话呢 它是大小位置 随 储存格而变 那请各位把它改成大小位置 不随 特别注意哦 把它改成不随 那个储存格改变 不然的话常常会 因为高度而有所变化 所以把它改一下 按确定 那或者你可以一次改两个 按下Ctrl键 按Ctrl键 把这两个一起选取 按右键 这个一样的动作 把这个改一下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 改完之后呢 再按一下删除 不过现在不是删 增加 OK 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就不会因为删除或增加 而让你的那个按钮变形 OK 这个地方的话顺便讲一下 因为这个也还蛮常遇到的 如果你加了按钮之后 你发现奇怪 为什么只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之后 这个按钮就变形了 再调一次 其实还是会有问题 OK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我在云端白板上面呢 放了一个延伸性的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是其他补充范例 在那个入门的部分 有一个叫做学习迁道部 那这个是我上课 因为我现在有时候上课呢 那个 这个大学部的课程 那人太多了 所以有时候 我不喜欢一个点名 所以我就叫他们自己上网去点 但是呢 给他们自己点名 有个缺点就是他们有时候会 重复点 就会 然后呢 那这个地方的话 给各位练习一下 实际上就是这样 比如我常常会因为说 我要删除 因为我会看嘛 那有没有同学 重复迁道 那重复迁道怎么看 就是重复两个 一样的 那如果说以前 你会发现 那他学习 我要统计他们 平常迁道的次数 那我就怎么样 这两个 如果 就逻辑很简单 如果是同一个时间 刚好出现两笔的话 那我就把 也许下面这一笔 把它做删除 OK 那可是问题 如果像传统的做法 我必须要一直卷动 一直卷动 一直往下看 其实看的也非常辛苦 后来发现这应该不是好方法 因为这个一定会增加你那个 眼睛度数 那看很久 而且呢 也很容易 会 看不到我要看的 因为有的时候说真的 人工来比对啊 有时候难免 有些该比对到的 结果没比对到 会略过 所以呢 像这边的资料 看一下 我只有截取部分而已 大概有三百多笔 那我用了什么方式 可以按下一个按键 就自动的帮我把所有重复签到的资料给全部删除 应该可以理解我那个逻辑吧 那基本上呢 这个程式应该跟刚刚删除空白列还蛮像的 基本上大概也许你可以直接拿那个刚刚的那个范例来做就是参考 一样大概就是for i 等于 应该是倒过来删 ok 不要从上面删一下 所以你可以从 383 一直到1 step 然后if 什么呢 最重要是在这里 刚刚是 判断它是空白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可以判断什么 如果说我现在的位置 跟我 应该是 应该是什么 我现在这一列 跟我的上一列 是相等的话 那我就把什么呢 要不我就把我现在这一列删掉 要不就把我的上一列给删掉 其实好像删自己这一列跟上一列 好像 应该结果会是一样的 删自己这一列 保留 它一定还是往下 反正看 你们可以想想看哪一个 那主要应该是这个地方 把它稍微逻辑改一下 再把它删掉 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出来 这里我想各位想想看好了 试试看 那这个这个范例档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 其他补充范例 这个是额外的题目 入门的部分 找到那个大概比较中间的位置 有个叫学习签道部 那点开来里面就会有个范例档 你就把这个范例档下载下来 并且开启 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想你们工作里面 应该很多类似的范例吧 你就把它 也许有需要要删除资料的 比如说重复资料的 或者是要增加空白列的 那也可以 或者删除空白列 也可以类似 用这种方式来练习 但是我这一次我刚好跟 我以前的那个主管公平嘛 然后他之前就是 然后是红季的 这次我的系统配信 然后因为他们工作都很忙 他们没有时间学一直给我 后来这次我就 我认识还蛮多个 他们都是齁 可能等到他觉得不够用的时候 可能就是他需要去离开那个位置的时候了 所以他可能会离开 然后可能再去学习 然后再回去 我遇到好几个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基本上他们的东西都是 会被公司一直用 用到已经没有剩余价值 没有利用价值 也不见得啦 可能学一些城市方面的比较多啦 对 现在很多 在上班的人都很忙 然后就是忙的 也没什么时间学习 可是因为外面的东西在 因为现在变动太快了 可能你现在学学会了 大概没多久 你可能要学新的 所以很有可能 以前的周期可能你用到 退休 你可能那东西都不会变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还没到退休吧 可能到毕业没多久 你学的东西就又不一样 或者有新的东西出来 那你又被迫要学习 所以就等于说 短题的生意都会齐力出 对对 太太太短了 所以变成说 那个 你可能要被迫 讲一下 如何删除空白列 不是空白列 删除重复列 这边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我先把这个档案开起来 先插入一个模组 特别注意 不要直接又写在下面 因为毕竟呢 这个专案 其实一个档案 就是一个专案 你不要 像之前有同学 就直接很随性的 就直接把它写在 这个专案的下面 可是问题 它是这个专案 所以请特别注意 一定要先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那这个模组的位置 一定是学习千道夫 这一个 那里面的话 第一个 就是加入模组 第二个的话呢 我就把刚刚删除空白列 改成删除重复列 一样反向回圈 那不过呢 那我如果不希望说 我这个第一次去看一下 到底有几列的话 那这个列数 假如说呢 它不是固定一定是 在383 有的时候可能多 有的时候可能少 那之前就有同学说 老师如果你写383 那是不是每一次去执行 我就要再去看一下 到底那个列数 是不是383 OK 那所以有一个方法 后来我想一下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 Ctrl向下 你先确定一下 你那个最下面这一列是 是多少 如果是2007以后的版本 就1048576 如果2007以前的版本 其实以2007当分水嶺 以前的话呢 就是 65536 新的是1048576 OK 那这个数字的话呢 都是固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新的版本 我觉得它是 就是把这个 总共六万多笔的这个数量 帮你增加 增加为多少 一百多万笔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像我这个CN2007的版本 那我要增测了 其实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先从最下面 按Ctrl向上 Ctrl向上的话 你会发现呢 它会停在哪里 停在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所以呢 用这个方式呢 那我也可以追踪到 我现在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那这个叙述 如果用VBA来做的话 也是一个R的变数 R等于什么呢 1048576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指的是 用2007以后的版本 如果你的版本是2003的话 你可能要改一下这个数字 然后呢 向上追踪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 跟前面的比较大的差别 是一样是追踪.end 那之前呢 刮弧 我们是向下追踪 XL down 不过这里 稍微变一下 向上追踪 方法一样 刮弧 抓到什么呢 抓到它的列 那我就知道 现在是383列 那再把这个383列 给这个回圈去跑 那我们就可以跑 也是一样 stave-1 那判断的流程呢 前面是A栏 记得把它改成B栏 因为我们要比对的是 B栏里面的学号加姓名 如果说呢 它这里面是一样的话 也就是这一列 跟它的上面一列 所以I-1 一样是B栏 如果是一样的话 那我就把什么呢 它的上面一列给删掉 所以特别注意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先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工作表 再来练习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复制一个在练习的话 它这个删除之后 就不能够恢复的哦 所以特别注意 建议是先复制一个工作表 之后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不过执行之后呢 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 如果你怕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删除列这个前面 加一个中断点 执行一下 当它要删的时候 你看一下 377 有重复 你可以看一下377 往上找 377 有 这个是重复的 有没有 所以呢它会把什么呢 把那个376 这一列给删除 所以理论上 你可以设一个中断点 稍微看一下 程式的逻辑正确之后 再让它跑跑看 按F8 有没有 它就把376删除 不过376删除之后 因为会往上递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笔 那其他都一样 不过呢 特别注意哦 跑完之后啊 全部跑完 这个把它中断点拿掉好了 就让它全部跑完 应该是没问题 不过呢 各位可以发现 最后怎么跑完 发生错误 真错一下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游标放在 这个I上面 这个时候呢 会反 产生问题 什么问题呢 当I等于1的时候 会产生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 第一列嘛 那如果它是1 那减1 应该剩多少 0 有0列这个东西吗 应该是没有了 所以呢 如果说你要避免这个错误的话 你干脆第一列就不要比了 因为第一列 根本不可能重复啊 因为跟上面还有什么 没有了嘛 所以第一列 就不要比 要不就是怎么样 你干脆 这个改成这样子2 是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改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改什么 改if 外面再包一个if逻辑判断 如果 那个I不等于1的话 then 才去做这个筛选 那后面的话 一样会有个n的if 不过哪一个比较简单呢 好像是这个比较简单 ok 所以有的时候我写程式 我会去斟酌 哪一个方法 最后会比较合乎逻辑之外 而且程式码比较少 那个就是一个选项 所以最后的话 干脆我们把它改成2 就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不要了 不然的话要多个两行 ok 这样子 然后最后这个范围的话 按shift加上tap 好 把它就结束掉 就完成了 这个部分可以把它跳过来 因为这个理论上 如果你把它移到上面 然后让它再跑一下 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只有到2 不会有1 ok 然后把这个部分的程式码 一样是放在云端上 给各位参考一下 把它贴到我们那个 这个学习千道路旁边 然后并且呢 把它稍微上个颜色好了 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就 ok 放在那个 好 那等一下你们也可以在这边看到 有一个学习千道路旁边 有个程式码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试一下 所以好 利用类似的方式 假如你只要牵涉到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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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